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番茄 你看一碎果的番茄 这个番茄基本上是形成浆果了 什么是浆果呢? 实际上就是番茄在蓬大的时候 这个果子它不蓬大了 就这么大 直到最后成熟,就这么大了 这就是浆果,那浆果是怎么形成的呢? 实际上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一棵番茄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它是要分泌 自身要分泌一些激素的 我们称为一种内源激素 植物呢 它自己要分泌的是六种 那种内源的激素 来满足植物 它的生长的 但是在生长过程当中 某一种激素 好比说细胞分裂素 和生长素 然后因为种种原因 或者是某种原因 分泌不到位了 那么它就会影响 这个果实在蓬大气 果实的蓬大 就不再蓬大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浆果 要想去避免这个浆果呢 首先一点就是说 让这个作物生长正常 但是你一句话 生长正常 真是理论上的 作物在生长过程当中呢 影响它生长的因素太多了 你好比说现在 这个温度低 没太阳光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种植物 想要避免 特别是在这个 极端天气形容下 尖管的形成的 尽可能的 人为了去补充 分泌不到位的 一些调节剂 你好比这个时候 我们建议用 可以用什么 玉米素 玉米素 然后用那个 边氨基飘零 这些呢 都是 细胞分裂素 然后去喷雾 喷雾以后呢 会降低 浆果的形成的几率 好比说 你在春战花开的时候 这个作物很少有浆果 是吧 所以说你要用这些调节剂呢 我们去喷雾 去 通过外源的补充 来促进刺激作物的 一个正常的 开花结果生长